這是老將的價值喔 就是在太陽隊裡面 有藉由在經驗的男人喔 秦恩的出手 但是馬上就被環藝科回來了 達到的快攻機會 再給過來找吳冠璇 要給脫球 發生失誤 利用傳球 會想好沒有選擇出手 有點可惜 慢了 秦恩在右邊的埋伏 蹦隊 漂亮 隨身Sister的魔力 八球都沒進 秦恩又來了嗎 這個出手蠻奇的 又是一個反分球 彈指神鍋 三七十九 真的快二十分了 第一節的比賽結束啊 他外圍的隊位 特攻的防守滴水不漏啊 沒錯 莫特利只能投中距離沒進 來滿球下來秦恩拿到 前面快攻的機會 來看一下艾德 投球給到了晶恩 又是兩分 輕鬆霧帶 哇 我事實上可以看到 阿巴西跟晶恩的合作 的確是無私的一個進攻 又剩一個招球 這邊又被林秉昇抄掉了 好強 慢速到歐洲鋪 雖然卡住了 外線的出手沒進 來慢球 拨來拨出 林維翰拿到一個標台 要找晶恩來到底線 喘了一口氣 只有往後面 把球給投進去了 這個外線必須要發揮 在一對一單檔當中 你絕對逃不到任何的便宜 有一個地板球繞到另外一邊 輕鬆的再拿兩分 克里斯 在胡亭位置做了一個單檔 得下去謝亞瑄 三分外線的出手 拉高弧度 彈了兩下、三下沒進 但是今天拿到籃板球這個攻擊 今天非常低 漂亮的一個戰術整位 在UCAA會卡 看球 晶恩再給一個地板球 真的是會傳染的 現在誰拿球都不需要得空 今天太陽 晶恩馬上就把那顆三分球回來了 今天就是這樣 對 又是掰到走位 再加一個Pick and Low 再做一個Step Back 你看看 刷起來了 教學 好嗎 今天 你看看 workflows 熊